小甜甜日前遭到前夫宋先生控訴虐狗 在網上申職好幾天後 他也發文公開道歉 冰承認當時是自己不小心讓狗狗受傷 但也強調自己絕對沒有虐狗行為 而他還在18日發文透露 自己已經帶愛犬去動保處檢查 對於工作人員們的親切態度 他感到相當感動 工作人員表示 知道小甜甜不可能越狗 狗狗看起來也很好 但因為有人通報 所以還是要把狗帶來動保局檢查 來證明爆料不實 等到結果出爐後 他表示 當下真的超想哭 終於解開這陣子 大家對他的誤解 同時他也向公開發聲過的黃院長道歉 因為這些指控跟爆料 造成對方的麻煩 很感謝對方的專業協助 不過因為對方不在院內 他只能透過發文來表達謝意 也希望這次的風波 能暫時告一段落 為了 作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